明天就是中秋節了 在中秋前介紹多了第二包輪子 有我看到的月餅 我覺得很特別 大家先看看 這是Ferrari寄來的月餅 很帥 整個盒子都是黑色 還沒感覺到裡面 我現在開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OK的 我沒有弄壞 我只是弄壞了外面 那個月餅盒是這樣的 還不知道有什麼特別 先給大家看看 這個尺寸有些像 可能女生會比較清楚 那個封筒 英國牌子的封筒 也是這樣的 面子就是這樣的 還沒看到有什麼特別 看到嗎 這裡有粒子 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 它有燈的 是車尾燈 很漂亮 我絕對覺得它可以這樣放在房間裡 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以換電 我待會會再拆解一下它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月餅盒 因為很多時候 你吃完月餅 說真的 那個罐除了你會用來收散紙 你不會保持你的月餅盒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特別 我們可以磨一磨 究竟它是不是有姿勢有實際 打開了裡面之後 就有三個月餅 拔了第一層之後 還有一層月餅 所以它總共有六個月餅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月餅 哦 黑色的 黑色的月餅 但我不知道那個黑色 是不是跟那個味道有關 有時候黑色是那些什麼 竹炭 芝麻 我不知道它是單純的 顏色的黑色 還是有不同的味道 或者我是要用一個 星期間才可以吃完 大家送給我的月餅 到時候我會放上IG story 多謝大家 兩下 我們可以吃得到 增加咖啡